高兴的 看到全景了是不是 哈喽大家好 这是我们在大阪的最后一天 真是舍不得离开日本 因为日本实在是有好光也好玩 而且天气特别好 最近国内好像都穿棉袄 特别冷 感觉大阪好像还在过温暖的秋天一样 我们现在呢 准备去Floating Garden 准备今天去看一下它的全景 然后再接着逛街 前面两三天都在逛 所以也没有怎么vlog 但是我有给大家录一些那个footage 所以说我可以到时候放进来 买了不少东西 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任务 是要去买一个箱子 然后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早上把那个taxi订了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希望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买的东西 非常多 好吧那先这样啦 一会儿在空中庭院 庭院见 又嘿 马上就要离开了 最后一天 觉得好不好呀 感觉非常好啊 非常好 逛街逛的很爽啊 买东西购物购物的很开心 什么呀 澳洲有个宿舍 怎么样啊 A hub A British hub 我们现在去哪啊 我们现在去大阪的地标性建筑叫啥来的 叫啥来的 空中庭院吧 叫做 我不知道那个建筑是叫空中庭院 还是说那个东西 那个具体的那一层叫 那边 太好肥了 我也很肥耶 脸怎么那么费 我们去那边 记着我们有时间的话 今天还真的可以坐下摩天轮呢 看到摩天轮没有呢 这边现在是10点钟 但这边大部分都是11点钟开门 所以说我们住的地方特别好 我觉得我们住的地方特别好 对对对 特别方便 有什么叫loft几分钟 一分钟吧 出门就是loft 然后离这个逛的地方都超级的近 所以很happy 非常推荐大家来这里住 我是在airbnb上找到这个房子的 所以很好 现在我们是往空中庭园的方向走 有很多familymart 出门的话这个地方叫做菜屋 好像这个地方叫做 然后离梅田地铁站 大阪地铁站都非常近 可能是我们出来的梅田地铁站 可能是我们出来的梅田地铁站 这个药妆店昨天晚上有来过 我们要不要把妙部在这买了先 好这两天呢 算好了的给他算好了的奶粉 居然也还是没没够用 所以又买了 我买的奶粉叫什么牌子 明智 对我先买的明智 然后是和光糖 和光糖 对 然后他都是旅行装 都是那个 都是一条一条的 一条一条 对挺好 挺好用的 然后他也开始担心他能不能吃 也吃 所以也能接受 所以尿布的话呢 来之前就只带了一天两天的 然后便利店也很多 就是比较小包装的 然后现在也不够了 只能买个大包的 回去可以再用一下 用个撑个两个星期 可以撑到我们回英国 就准备买个大包的 但是他不是什么美的药店都有卖大包的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要去大井的药店 去买一下 大包装的XL的尿布 我看着跟大家说话的这个劲儿 我已经走到了梅田的地铁站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离这梅田地铁站有多近 所以我们下面去 就从这走吧 地铁站周围有些小店也特别好逛 然后在梅田周围的这些 地铁站周围有非常非常多的商场 加起来我都觉得有五六个七八个 像我 我好像也就是逛了 昨天逛了一个Hanku 然后就巴西有都巴西 还有这周围好像住 这周围吃也超级方便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玩的地方 因为我们待的时间比较短暂 大概待了三四天的样子吧 所以我们也没有去一些其他的景点 那我觉得来了大阪 觉得真的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会来 所以觉得也OK 留些遗憾也是可以下赛来 所以也觉得没有关系 如果以后Spenter大一点的话 再可以去一些其他的地方 那我朋友这次有去Universal Studio 那因为他的宝宝大概四岁多 所以正好去 那我没有去 我们没有带Spenter去 因为他太小了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大阪 OK 我们现在准备往Floating Garden走啦 我特别喜欢抹茶的东西 我特别喜欢抹茶的东西 所以说我现在来到了一个药妆店里面 看到有很多抹茶的东西 呃 抹茶粉末 抹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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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一个抹茶的 Holo Beauty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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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是在空中庭园的顶层 然后它有个室内的 你可以转一圈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室外的转了一圈 下一个是 nursing家 好 在室外面 在室外屋i的时候 在室外屋户里面 可以喝五十股 那一圈 正好 还有一个 有一点 是 有趣的 在室外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